國道1號貪方現場 一找怪手和工程車進駐 但因為空間有限 現場派出蛇輛怪手 輪流開挖 工工局預計用H型的鋼裝 先進行擋土牆打裝 工程不會清土 但就怕又發生貪方 教務部長王國財視察現場 我們在做這10年的時間裡面 會對我們的邊坡 做一個臨時的邊坡案件 所以要確保它的安全 它在10天過過 我們做了所有的工程 就是在整個邊坡的長期 讓它更安全 這個地方是一個典型的順向坡 它整個這個滑洞 我們放過夜夜都停止 我們覺得這個地方 包括我們未來的政策 或許我們政策機是裝在 順向坡的下雨 有政策它的移動 那我們另外也說這一次的移動 它事實上在順向坡的上雨 而國道一號兩次三崩 連續幾天造成了基隆往台北交通 通勤族上班受阻 進行關係之後 市營跟宥昌市長都有聯繫的相關單位 那昨天晚上我9點多10點 都還一直跟交通部長 萬國柴部長在做聯繫 那部長就只是在工程的一個相關的進度 趕快來推動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另外再上來就配合兩個地方的地方政府 來配合警力的疏導分疏運 以及決定的替代路線 那交通部是有協調了公路總局所轄的 國道客運跟公路客運搬次的路線的重新變更 所以在我的FB或者在相關的新聞稿 都有看到這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昨天晚上 我有跟市長在聊到就說 那是不是有一個替代的輸運方式 所以我們昨天晚上 我又特別聯繫了台鐵的局長 杜衛杜局長 那越南局長是說 因為臨時要徵班可能有困難 那後來在我的跟他拜託之下 我也非常感謝局長 昨天晚上不眠不休 協調了台鐵局 台鐵工會 跟我們的司機們 願意今天早上出車 幫忙輸運在6點52分的搬次 那目前來自今天早上 就台鐵的輸運來講 還算順暢 那其實還是有餘慮的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 我們的市民好朋友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把台鐵的輸運 當成優先第一選擇 除了加強聯絡中央和地方政府 立委蔡適應取消了掃接敗票行程 前往國道1號 和交通部長王國差一起會刊 最近這段行程是工作的問題時間 我們在這邊也來配料 我們所有 我們派遣在這邊的現場工作人員 如果不是因為他們的辛苦工作的話 這樣的整個工程 可能會延長在這段時間 那因為是天然災害 所以我們也請他 就除了這一段之外 我們會要抽選的公共入局 就我們其他周遭三部地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也是前途 請他們也一切來注意 不要等到到周遇 就將公共再來做後續的搶救 而因為國道1號交通受阻 通勤族上班遲到 立委蔡適應也請勞動部 針對勞工權益提出了對策 要讓雇主和勞工都有所依循 有特別在聯繫了勞動部部長 徐明春 徐部長 要跟他講 因為天災不可抗力的因素 積北的通勤整個大亂 積北的工作時間整個大亂 能不能請勞動部這邊來延以公告 就是延緩兩個小時上班的 或者三個小時上班的時間 避免雇主 就讓雇主跟我們的上班組 都有個依循 那部長在這邊有允諾會在做 後續的協調 那如果有限的公告出來的話 我們會趕快來告訴大家 那另外第四個 我剛才在來的路上 今天早上很時間很趕 所以我們看到許多的貨櫃車輛 有在路上 所以今天早上我也特別在聯繫了 港公司的高從凱高從經理 請他能不能協調 基隆汽止地區的貨櫃廠 以及海關 把整個收貨的時間重新調整 把它調整成離封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尖封時間就少了 貨櫃車輛的進出 那讓我們的交通可以順序更好 那這個我也非常感謝高總經理 目前港公司已經精力在協調 我們所有的貨櫃倉儲業者 以及海關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持續來努力 依照公公局搶通進度 4號上午6點先會搶通 南下主線內側車道 主線外車道作為施工便道 及邊坡緩衝區 但因為擔心會發生第三次的崩塌 全線開通大約還要10天才能夠完成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道